一他充满不戴口罩就感觉心疼疼 防疫期间除了勤洗手戴口罩等基本防疫 您知道家中也潜藏不少病菌因子吗 防疫期间我会特别强调 就是有抗菌标示的那种清洁用品 像是浴室的马桶还有管线之类的 我会特别用到有抗菌标示的那种清洁用品 那衣服来讲我比较会喜欢用到中性的 可是又有抗菌效果 然后又没有添加又天然的 有茶素精油成分的洗衣精 清水刷洗擦拭还不够 加了抗菌清洁剂 大范围小细节统统不放过 通水管洗马桶或是洗衣服 深层清洁真的很重要 防疫现在大家已经紧张 我还是鼓励一定要多洗手 不要碰自己的口鼻眼 那回到家里呢我认为很重要的 第一件事情还是把外面的衣服 我们把那衣服整个换下来 用很好的抗菌的洗洁剂来处理 碰触到的公共的空间 关洗室客厅 这些都要做很好的抗菌处理 就像是跟病毒蔓延的速度在赛跑 任何时刻都不能轻忽 加入抗菌产品居家清洁 做到位防疫不松懈 3D新闻点像是林立在台北报导 可能是个手臂的用 limit 用这个打过升